哈喽亲爱的家们大家好 今天是3月20号2022年 星期日 是我们预口期的第三个主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 是在诗篇第八篇 那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篇呢是关于神的荣耀 和人的尊贵 那在开头的时候 他这边是写说是 大卫的诗交予领长 用加特乐器 那领长呢就是指挥班 指挥班长 唱颂这首歌的指挥班长 然后要特别用加特乐器来演奏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读一下 第一节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和名在全地和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二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阴海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数 便说 人算什么 你敬古念他 是人算什么 你敬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为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名 你派他管理 你手所照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凡金形海盗的都扶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和其美 哈利路亚 在美主 是的 当我们读完这一篇诗篇 第八篇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第四节说 人算什么 我们是这么微笑的一粒成杀 但是神却顾念我们 而且眷顾我们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回到他的怀抱 重新拿起我们的尊贵 拿起我们人的一个尊贵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 上帝的爱当中 他的慈爱当中 他的公义当中 他的怜悯当中 把天国的天堂的这种 平安快乐喜乐 直接就是降到我们的身旁 我们虽然觉得我们现在可能 劳苦 重担 但是当我们进入到 神的殿的时候 当我们 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 这天国的这种平安喜乐 就降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会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当为是平安喜乐 不会再以那种苦恼去过日子 我们看到第六到第八节 也就是创世纪在叙述的 他派我们去管理他 他所所造的 就是使万物啊 一切牛羊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还有海里的鱼 凡金型海盗的 都扶在神的脚下 但是他派我们来管理 但是当我们在管理的时候 我们人类在管理 这个地球上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呢 尤其在第三节 他说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因为耶和华造天 就是一个手指头 说有就有 说利就利 所以诗人大卫他在这边 说 当他去到 可能晚上夜间去到外面 看到那个天空上的 这些星辰啊 月亮啊 他就要起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想要做这首事的 所以他说他观看 指头所造出来的天 承设了这些月亮星数 然后他觉得 他自己非常的渺小 其实我们每个人类 都是非常的渺小的 而且我们的人类 就是在这个地球上 七十八十 最多到一百 也许还有 比较久的一百二 但是神创造天地万物 已经这么这么长的时间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又为我们的罪而死 又三天后复活 已经传了两千多年了 而且会一直一直的传下去 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 神是从昨日今日 直到永远 都是作者为王的 但愿我们真正的可以了解 但愿我们真正的 从我们自己的那种 骄傲自大当中 让我们自己走出来 不要再坚持自己的那种 纪念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最大的 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 都是自己来的 这是神创造我们 他给我们的 他也会收回 愿我们都可以 在今天这个诗篇 第八篇当中 有所领悟 神爱你们 耶稣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明天见 我想说一二三四句喜欢你 哈喽 我们好 我是Mayby温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彩虹有约 与你相约 See you 五二三四就喜欢你 然后说五六七八就爱上你 想躲在你怀里 就能发音乐的心 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陪你到天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